在上一集節目中,已經跟大家講解過日本福島UFO群的事件 近十年來,福島每次地震之後,福島核電廠上空,都會出現一群UFO 近有影片拍到,有較大型的UFO向水面射出探射燈探殺 有UFO專家自出,在外星飛碟探測核輻射的水平 因為任何核輻射洩漏,都會影響到外星人飛碟的操作 另一條影片,更加影響到,而似是一隻UFO母艦,在核電廠上空掠過的殖況 福島的UFO群事件,被認為是最難解的UFO事件之一 而福島本身,亦早已有發現UFO的歷史 因此福島亦被認為是世界其中一群UFO的基地 島上亦都設有UFO的博物館 博物館除了會研究本土的UFO之外,亦都會與世界各地交流UFO的資訊 有陰謀論者更加認為,福島核電廠上方的大批UFO 是一隊銀河聯盟的光飛船艦隊 當有大量核輻射洩漏危險的時候,他們就會出來監控情況 而日本政府就與這批UFO艦隊有所默契,掩飾所有UFO出現的新聞 福島UFO群出現的事件,真相究竟是怎樣呢? 《善非解密》今集就和大家徹底解密 揭曉真相之前,大提大家,訂閱本頻道,按LIKE和按一下小鈴鐺 在這些網上流傳,在福島核電廠上空出現的UFO光點 並非是UFO迷認為的外星飛船,而是在夜間操作,開著暴魚燈的漁船 什麼話?漁船?漁船不是在海面操作嗎? 為什麼會飛上天空呢? 其實這些光點,看來好像在核電廠上空略過那樣,其實是一種錯覺 畫面中,核電廠的上方,其實並非是一片天空,而是一片海洋 這一段是2011年日本TBS電視台的webcam,畫面是日頭對著福島核電廠的位置 當鏡頭拉歪的時候,就可以見到核電廠的上方,其實是海岸對速的海洋 再拉歪一點就可以見到水平線,而水平線之上才是天空 鏡頭再zoom的話,畫面就只可以見到福島的海岸和對速的海洋 跟著這段影片,亦都是TBS電視台同一個webcam在2021年所拍攝 畫面見到一艘輪船,由右邊行駛到左邊,而影片速度是較快了16倍 在分不清楚海面和天空的情況之下 這艘輪就好像在核電廠的上空,由左飛向右邊 情況就跟所謂UFO影片裏面的UFO艦隊母艦的畫面一樣 這艘所謂UFO母艦,其實都只是遠處海面上的一隻輪船 網上片圖會將片段整色整水,變一下顏色 令到影片看起來,像是夜視鏡拍攝到在夜空飛行中的UFO母艦那樣的影片 咦,但是這段影片,看到的明顯是一個飛行器在空中開著探射燈探索海面的情況 怎麼看都不是一隻漁船 沒錯,這隻光點的確不是一隻漁船 而是一架直升機,正在用探射燈照射海面 至於在搜索什麼就不知道 而這段明顯看到是一隻飛碟開著探射燈的畫面 只是電腦模擬畫面,並非真實影片 是UFO電視製作人員,根據webcam的畫面,再幻想出來製作的 相信不少人都被這段影片誤導了 如果這個是直升機的話,那直升機上面的光點又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都是一隻漁船來的 那漁船在海面,又為什麼會高於在空中的直升機呢 空中的直升機,不是應該高於海面的漁船嗎 其實,這只是一個遠近物件,在高處看下去的錯覺 我現在就用電腦3D的模擬畫面講解一下 我因為電腦裏面沒有直升機的3D模型 所以就用了這架Golf車代替了直升機 這架直升機正在近岸的空中飛行著 而完全是有一隻白色的船 當在較低的位置看下去,直升機當然是高於那隻船 但是如果在較高處再看下去 較近的直升機看下去,就會低於那隻白色的船 情況就等於這張照片的白色的船 如果它是遠離鏡頭遠一點的話 它在畫面出現的位置,就會變成在直升機的上方 而拍攝到這些福島UFO的webcam 主要是由日本TBS電視台和日本新聞網絡 合作管理的網絡鏡頭所拍攝到 他們的鏡頭是長期24小時監視福島核電廠的 我特別去找一找這些鏡頭的資料 發現他們的位置是距離福島海岸17公里 位於海拔682米的油業山區的山頂 即是說這些畫面是由又遠又高的webcam拍攝 當鏡頭zoom過去的時候 畫面中的物體的距離就會大幅度被壓縮 即是分不清楚物體的距離 加上是在山頂的高處拍攝排去 一些較近的物體看下去就會在低位 較遠的物體就會在高位 所以看下去,遠處的漁船就好像高於核電廠 甚至高於格直升機 另外,一些船隻看下去好像是飄浮在空中的假象 還可以有兩個解釋 其中一個是Force Horizon 假視地平 而另一個較複雜的解釋就是Fector Morgana 這個現象就較為罕見 而福島的UFO事件 和這兩個現象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不在這裏詳細解釋了 福島的UFO事件 只是一些簡單的物理時差所造成 但是這些這麼簡單的物理時差 不單是一些UFO網民不去了解 一看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畫面 就認為它是一個最難解的UFO之謎 而近年,大量製作UFO節目 被UFO謎認為是權威UFO頻道的History Channel 他們在節目中所找來的幾位UFO專家 和普通UFO謎一樣 認為福島的UFO事件是真有其事 而且很可能是來自外太空的外星人 由此可見 很多所謂的UFO專家 都只不過是UFO通俗文化的閱讀者 他們本身並沒有認真去深入研究 每個UFO case的真相 而媒體又喜歡 找這些可以貫上專家名義的人 借他們把口說到UFO事件是真有其事 以滿足港大觀眾的好奇心 日本福島的UFO事件 由2011年至今的2022年 在網上流傳超過10年 我都找不到有專門的影片去破解這件事件 今集《神非解密》 應該是網上詳細破解這件事件真相的影片 各位如果想知道更多 其他UFO或者神秘事件的真相 就敬請繼續支持 《神非解密》 馬上載 《神非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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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 metal and therm Albanene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